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前面讲过欢喜地 离构地 发光地 现在我们谈宴会地 宴会这个部分 在整个经法上 它告诉我们 宴会地 要我们真正能够用智慧 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什么清清楚楚 在世间法 我们也会把它看清楚 但是初世间法 我们也会把它看清清楚楚 我们知道 在世间法里都看得清楚 去适应得好 这是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把初世间的部分 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那么我们常常会起障碍 所以在第三地里头 我们常常说 用智慧火把这个烦恼 障碍 能够把它消除掉 那么我们能把这个烦恼 消除掉以后 我们才会真正地 真正振作起来 那么我们产生了一个 像厌一样子的 把这些东西烧了 当作一个新材 把它烧掉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不会被种种的烦恼 禽燃 无名的障碍 就不会在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心地上 不平衡的现象 那么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些能够消除掉了以后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免不了会碰到这种心情上起落 或者是不稳定 或者内心里头有了一些困顿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并不怎么样 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碰到什么大事情 但是不晓得怎么样 就是很容易起烦恼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这个烦恼心把它烧除掉了以后 我们就真正进入了宴会 这个宴会 我们的人生变得比较精进 所以宴会地的背后是讲精进波罗蜜 那么精进波罗蜜能够开启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活得好 我们前面有欢喜地 有离构地 那么种种的这些东西 我们能够欢喜 我们能够生活有一套好的纪律 思考的基地 待人的纪律 那么我们有安忍自己平常能够修一点禅定的这种功夫 现在要谈的是这个宴会 其实可以讲说在这里就让我们真正越来越正向 能够振作起来去生活得好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遭遇 但是一旦遭遇碰到不稳定不好的时候逆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被卷进去 但是有时候我们并不遭遇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 他所遭遇到的事情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会搞缓热的 很容易卷在那里头 但是我们在宴会地里头 告诉我们人生 要学的能够精进一点 有了这个精进的 有这个宴会 让自己真正变成精进的智慧 这个精进的智慧实在是 在我们人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在这里我提出几点跟大家来谈 就人生而言 如果我们不会被烦恼 被秦燃、无名、执着 这些东西把我们给卡住的话 那么我们就开启我们的精进的智慧 那就是宴会了 那么这个部分能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明了 不产生种种的这种晴然 我明白地看事情 但是我又不会在那里起晴然的话 那么这时候我们说大心信解 我的心变得比较宽大 那么观察各种事情 都可以观察得比较明白 那么相对的也在这里开启了 我们所谓的无缘大此同体大悲 我们知道我们彼此之间 能够真正彼此互相慈悲 那么这个不需要因为有什么缘故 我本来就能够以慈悲心来生活 所以真正这个古佛的心慈悲喜舍 那么这个无量的一个智慧跟心 就慢慢可以开启起来 但是在这个精进的人生的精进的智慧也就是 就我们人生来讲 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人生 在实现人生就不要把自己实现完了以后 被自己的生活又被绑住绑回来 这个事情呢 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以后 碰到以前的老朋友或者是开同学会的时候 都会谈到哪一个人往生的时候 他所发生的问题 我刚好听到这么样一个 我一个同学要走的时候 他内心里头的那种执着跟情感值得非常的深 就是生得很不适合那种样子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对这个社会也很愿意去布施的 但是后来听到他的家人 他最后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都 是一个很负责好人 对这个社会也奉献他的财力助人都愿意做 他到老的时候这个地方 他有个割舍不开的情形就很神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宴会地这个地方是告诉我 我们不只是活着的时候愿意去 去帮助人去做一些善事 好好的在事业上好好的发展 这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些东西我们真的好像来这里就是演一厨戏 做一队旅行 做一个玩一个家家酒 做完了要怎么样 要拍拍手动的 心境的能够放下他 这个部分我现在看起来 这个在我们的人生的修行上 其实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就先来谈谈说 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在人生里头精进的这个课题 在心理学的很多研究里头 那么我把它稍微归纳了一下 谈到了就是说精进的人生 在工作上 在人生上 在家庭上各方面 他能够谈到归纳有几点 这里面呢 他说呢 一个人要懂得实践立心 说做就要去做 说做就要做 并不是说不经过想 是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努力的去做 这里面呢 他想到你想做什么 就应该好好去做什么 但是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 我想去做什么 可是我犹豫不决 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感觉到压力很大 我觉得在去取舍 或者是在这个心情上 心日上一直在那个地方 停留在那个地方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跨出去 这部分呢 那么我们说这个想做什么 你就应该跨出去去做 当然这里面呢 也是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 但是有的人是要去做什么 但是他跨不出去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 丘吉尔自己讲啊 就是二十岁大战那段时间 那个丘吉尔 他自己讲了一段故事很好玩 他说呢 他在四十岁的时候 他想要学一点画画 画画很好啊 这个找个画画老师叫他画画 可是有一天 他在画画有一天 他在刚好有空 他就拿起画布 拿着那个这些色料 全部都俱全 对吧 然后呢就调好了 然后呢一支笔开始要画的时候 就想我到底要画什么才好 画什么呢 他就在那里 这个 犹豫不决的时候 只是那个笔落在那个地方 刚好 他的画画的老师 刚好来他家 就很有意思 刚好来到他呢 来进来 到他的画室里头 开门进来 他现在一直笔在那个地方 然后看看他 这个老师呢 就过来跟他讲 你迟疑什么 然后呢 拿起笔来 一下子就 雄魂有力的就撇了那几下 给他 还给他 这就怎么跟他讲呢 对 老师 人生真的是这个样子 有些事情 我在那里有点果足不前 我在里 多 看靠 想起来 就这样的 你一来 两三下画出来 他说 画 他接着就 老师画的那样 就开始就画出来 画一个东西出来 那么 这个 这件事情呢 那么 他后来他告诉人家 他说 一个人 千万不要 想好了要做什么以后 然后又胆怯 又 这个走私又想 又顾虑东 顾虑去 他说 这样子很浪费你的时间 而且 还不打紧 你还弄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人 是 掉在这个科学里 都是不知道 有的人 他想着 他 我功亏也不好 也没什么东西 我练了一个 练完了 这个 大学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说 你想想看 什么东西 是你喜欢的 你要去做啊 有个高中生 他 高中毕业以后 想着 没有练大学 在家里 所以 妈妈就 带着他 来跟我谈 还不错 他还跟 听妈妈的话 陪妈妈一起来 他在跟我谈 他在跟我谈 里头 两个人都个别谈过了以后 两个人一起进来 我问他 说 年轻人 有一件数据很重要 你真正想要做什么 你喜欢什么 妈妈在旁边 就替他打了 他 喜欢吃 他不只喜欢吃 到处去买 哪一个地方 烘扁的东西 是什么 他 就买来吃 我就跟他讲 就是搞这个 你喜欢 就是搞 那天讲完了 他决定 要去弄这个东西 后来 他母亲把他送到日本去 学日本的烘焙 而且是烘焙学校 还毕业 他的技术很好 回来做了以后 日本又来把他嫁回去 所以要他回去 到日本 去做烘焙的部分 一个人有时候 犹豫不决 在那里 就果足不甜 人生真的是这个样子 心理学家还这么讲 他说有的人 那你爱他 你也想结婚 那你就跟他结婚不就好了吗 他说可是我没有把握 他说连感情都会这样子 这样偷偷拉拉 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 每人我喜欢 你也喜欢 那好 我们这样 但是我们要好好去学习 怎么变成一个好的婚姻 怎么样去经营我们幸福的家 那才是真正要去 在感情上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他告诉我们 他说 这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他说说做 想做 说做 就真的要去做 只要那个方 那个目标是正向的 你就要去做 当然偷拉 抢拉 那些东西当然不应该去做 那么这个 你要去做的人生里头 就是这个事情 他说其实他不只是生涯上是如此 他说有的人呢 在那里 他说他想出去旅游 他想了半天就没有办法出去旅游 为什么 顾虑东 顾虑西 所以 他说 好几次都想出 就差不多要成行了 那他 这个 又退去 又退去 所以 这里面提到就是说 这个说做就做 这个说做并不是随便说做 是我心里面想了要做什么 不是在那边犹豫不久 而是真的 不可以裹足不前 要在那里好好的往前走才可以 人 人 能够去做 就是 去努力去做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 他说 精进的人 那么 这个 他比较容易 去取法之上 取法护上 就是 他比 他说有很多 在企业界或各行各业里头的人 他是跟高明的人在一起 虽然被高明的人 有时候 被他锤炼 但是他却可以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的本事 虽然他多做一点事情 但是他愿意在那边学到他不会的东西 他说这些人他们后来累积下来 他们 这个 越走 他们在整个事业上越做越好 他说 这个取法护上 他不只是事业如此 他看到 他说 在球队里头 每一个名教练都知道一件事情 而且这些名教练通常都是 也是在球队打球 打过很好的人 但是他们都在跟球员讲这件事情 他说 你一定要跟高手 跟他真正对打 输 没有关系 但要想办法赢他 他说 你赢过几个以后 那 你才知道人家 整个打球的手法是什么样 不管你打什么球 他说球技的教练也是从这个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心理学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他说 你懂得跟高手过招以后 你才真正学到东西 而不是你在纸跟笔上 在那里磨就可以的 那么事业也是这样子 那么工作也是这样子 那么第三 精进的人懂得安排时间 安排时间 其实一个人那么精进的一部分 怎么说呢 怎么说 一个人要去做什么事情 如果很忙 就整个的生命通通都投到他的事业里头去 他没有安排一点自己可以掌控的 这个休闲的喜乐的东西 也没有安排他的家庭 没有安排一点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整个投住在那里 但通常到最后 对他的人生是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真正的精进 你隔一段时间以后他会碰到很大的困扰 在那个地方 反而影响了他整个人生生命的幸福 所以安排时间这件事情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硬撑 也不是我随他去 是能够安排是很重要的 对 安排时间这个事情并不是 心理学上他们的讨论也告诉我们 安排并不是你把它排完了以后 到最后就排完了 这个时间完全定死了这样 不 时间安排好了 实际上要安排得也有弹性也有工作 你要把它安排好 但是安排时间安排得好的时候 一个人那么就可以做这个蛮多的事情 而且还有时间可以让自己比较悠閒 这些研究里都告诉我们 好多人都这么讲 也不晓得怎么样 今天就这样过去了 你忙吗 有啊 忙了半生不晓得这样就过去了 对 我们就讲说今天也是这样过去 明天也是这样过去 虽然你某些东西有点成就 但是你很容易疲累 你的生活上 没办法比较 视野上比较能够开阔一点 你会觉得吗 光是做自己本行的那个事业 你自己没有往外延伸 做一点时间做一点安排是不行的 第二个 对自己的健康 时间没有把它安排下来也是不行的 那么就是谈到就是要懂得安排时间 那么第四个呢 他精进的人呢 懂得暂时放下他 精进的人在他的生活工作上是很精进没有错 但比如说把自己奔得很紧往上冲 他再碰到某一个东西 他懂得暂时先放下他 他放下他以后 特别是这里面有争执有什么的时候 他会稍微放下一下他 那自己调整回来了以后 我该怎么做 我会保持我的平衡 那个能够这个暂时放下他的人呢 那么比较不会这个被这个忙碌了 这个生活和工作被绑住 他说这里面能谈到说 现代人最凄惨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不懂得暂时放下他 你能在这个地方 应该要暂时放下他 你没有放下他 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 一方面也等于你时间没有安排好 二方面呢 我们很急一直在那边磨 这是对身体是很不好的 而且在工作上创意也会受到影响 有的人在他这个忙碌完了以后 他会暂时放下他 那暂时放下他呢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回到家以后 还在想他的事情 有的人不是 但是有的人一回到家 工作放下来 他会回到家 他会把他放下来 这放下他这个事情呢 我自己也很有经验 我在很忙的时候 那么这个要回到家 我就会提醒自己要放下他 我会把要回家的时候 我会把东西 把他这个事情大略 明天我可能哪些事情 我要注意 我会想一下 然后我会把他放在抽屉锁起来 回家了 我把门一带上 我把他关在办公室 我回家去了 我暂时放下他 回到家了 有时候晚上吃点饭吃完了 又比较怎么样 又想到了 又来了 最好不要 就是你真的放下他 但是再放下他 第二天早上 你去把昨天 那个东西在哪来看一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新的创意 有好多新的创意会出来 我觉得我在 好多人很喜欢问我写作的问题 这个写作的 这个夏令营 这个大学生 对 常问我 我问我 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写的像你那么多 而且是一个有名的作家 怎么样才能够写出来 我会跟他讲 我说我告诉你 写作最难的事情在哪里呢 你有点子可以写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写 你有时间要写的时候 就脑子没有点子可以写 有时间的时候 想不出写什么 有东西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你没有时间 大家看了真的是这个 我说问题是这两个你能够处理好 你就可以写 你有兴趣写 你就可以写很多东西 就可以写啊 没错 所以这个我发明了一种方法 我跟大家讲说 我用那个小纸条记一记 就把它放在口袋里头 回去没有时间也没关系 我就把它以前还没有电脑的时候 我就把它贴在书架上 我要写想写的时候 我就跑去那里看一看 那一条一条像詹细不规则的纸 挑贴在那里 等待我可以把它整理到我的资料库里头去的时候 我只要资料库一看 我就想到我有好多东西可以写 怎么会没有 就是把这两个你呢 但是问题是这边你能放下它 那边你能即使回去做 你时间上能够做一点安排 你就没有问题啊 你一定会讲说那谁教你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就临时有这个 我就有这个创意 后来我在心理学里的研究发现 很多人做了科学的研究 真发现这种问题啊 所以服务法所谈的这个经验呢 所谓的放下它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经济很重要 但是放下它这种事情呢 也是在我们的人生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真的也要放下它 你不放下它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建置本性 生命世界里头 我们能够放下它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会有不同的 我们常常讲说 你真的能够放下 把事情的心放下 你的心才能够放松 而且不止如此 放下来 我们的视野不会一直停留在原来有的东西 视野会比较宽 对生命的视野会比较宽 对工作的视野会不一样 对我们的感情的视野 也不会钻牛角尖 钻在那边做不出来 那么这个 所以我们能放下它 暂时可以放下它 能够去调整 那么第五个呢 是你要懂得随缘调试 这个 但是呢 我在随缘调试里头 就不忘目标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主轴 有个目标 这个主轴呢 很重要 这个 我的小孩子 他在练大学的时候 他练大一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参加 这个 各种 这个 这个什么 古 这个古乐趣的这种 他很有兴趣 这个 这个 他还跟我讲说 我说你这样一次出去 这样多少钱 这通告 接一次通告多少钱 两千五 我说 哇 你现在一天 一次通告可以赚两千五 那是很令人 很羡慕的事情 可是我跟他说 我说 孩子你要听我说 人还是要有一个主轴才可以 你如果真的想要去搞这个东西 去搞没关系 那么我觉得我劝你找到艺术的那个戏里头去 你要搞这个 你现在练的是电技 你到底主轴是什么 你要抓清楚 他跟我讲 我知道的 我只要玩这一连 一连玩过来以后 我就 我就不会这样子了 我说 好 你如果目标是在你 不忘目标 那你要随缘 要自己要去调整 你自己要 要把你的真正的本事给学好才行 他确实是往这个方向去走了 这个人呢 能够不忘这个目标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个希尔顿大饭店的那个 对 那个希尔顿大饭店 这个 希尔顿大饭店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的父母亲 在我小的时候 常常只跟我 他说 妈妈呢 去告诉我 他说 我要懂得祈愿 告诉他 你要懂得祈愿 他在教他祈愿的时候 同志也告诉他 你的祈愿 愿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要很清楚 那他父亲就跟他讲说 祈愿很重要 没错 但是工作也很重要 所以爸爸就跟他 常常跟他讲 工作很重要 所以一个祈愿 并不是等着祈愿 在宗教上祈愿 产生 你第二个人 要去工作 要去努力才行 所以祈愿于工作 但是 人 在他的人生里头 他可以随缘做一条事 但是却怎么样 却不忘目标 你有一个你的目标 这个目标 那么 要好好的把它维护 但是我们知道 人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他并不是只有工作上祈愿 目标 我做过这样子的一个个案 就是有一个人 他开始家庭也很好 事业也很好 他也学佛了 可是他在学佛拜佛 工作家庭都还不错 大家都觉得他很好 但是他却来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其实他不好 大家觉得他很好 他不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 我一直好像有一个 内心里头有一个东西 我说什么东西呢 会不会造成你内心里的负担呢 那以前会不会 我以前不会 他突然跟我讲说 随否以后不久 开始是这样 我跟他说 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他说 我过去有些事情 不应该做的 我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心里的 在做物谈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要让他把它讲出来才可以 但是他说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以前有做过错的事情 我说我告诉你 掺起前罪 悔及后过 然后就要宽恕自己 到底什么事情 我跟他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跟我讲 那 我今天可以讲了 我说怎么样 他说我过去 一直在信 这个问题 玩 玩这个 信这个部分 我去玩了这个 玩得太厉害了 我说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我学佛就没有 那好 我说 我认识全罪 悔及后过 那么你要懂得宽恕自己 内心里头 真正要在这个地方把它洗 真正把它洗滴掉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随缘调试的时候 我们也在碰到我们过去的坏习惯 要随缘调试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却有一个很更重要的 一个正确的目标 我们还要不在那个地方 好好的把它把握得好才可以 那么所以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这个精进 这个的人生呢 那么很重要 但是呢 在我们的初世间法里头 精进的人生也是重要的 所以 在这个 宴会帝这一帝里头呢 他告诉我们 他要我们 你看到第213页 那么 他告诉我们 我们除了我们必须去努力 我们也懂得安排时间 我们也懂得调试自己 我们也懂得调试自己 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或者是需要什么 也不能急 我们也能放下 我们也能够随缘去调试自己 这些能够让我们 真正能够精进之外 那么 你看到 310 这个 213页这个地方 你看到 所以 观察 这个众生界 观察法界 观察世界 观察虚空界 那么 这里面呢 有10种观察 10个法门 其实所谓的观察就是 我在我的人生生活当中 我们要好好的把事情看清楚 那 这个 明辨是非 然后明辨 这个事情 要怎么做 才做的 那么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 我们才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得好 我们也才能够真正 能够精进起来 那么 一方面产生智慧 一方面产生精进 那么 所以 在这里面呢 谈到所谓的观 这件事情呢 那么 这里面 10种观 那么就是佛法里 常常讲的 只观 只观 我心停下来 但是我能够观 那 我在观的时候呢 在我的 人生的目标 在我的整个调整的这个步骤 在我的整个的一个安排上 我必须能够再这样 观 然后才能够看清楚 就是生命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也是要观清楚 然后我们才有可能 真正能够放得下来 但是我们看清楚 在这部经里头 他 这里面呢 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呢 金进不退 这个是很重要 在三宝中呢 那么生尽性 那么必进不坏 最后得到自己永恒 存在的这个无量寿的这个法性 观诸行生 也同时看到了诸行生命 世间是无常的 那么我们知道 看到世间的无常 我们在无常里头 好好的生活精进 但是我们也知道 观世间呢 是乘住坏空的 这里面呢 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 世间本来就是无常 就是乘住坏空 所以 我常常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说我们 这个 成功的同时 往往会埋下 失败的因子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成功都很高兴 我们就在那里 执着在那个地方 但其实 你今天用了这个东西 成 但是你要知道 成住坏空 它毕竟随着时间变化 会改变的 那么所以 这个 我们 有时候我们 我回到自己老家 看到这些老同学们 大家在一起 那么老朋友 一见面 他拿了一个手机跟我讲 我说 我打电话给你 你的手机怎么会都没有接呢 他说我告诉你 我就不 我连手机都不会接 他最近我孩子给我换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很不好 我说给我好不好 他本来 因为里面有好多的 他只记得也拿那几个 但是他现在他里面 那个手机呢 那么功能比较多一点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他 这个 有时候自己就乱按 按到最后 就整个好像就是打劫了一样 他就出现这个问题 他跟我讲 你们真好 我们实在是跟他不太熟了 没错 没错 在今天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头 你新的东西不去学的时候 好像不太熟了 为什么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同 不过我也告诉各位 如果你已经真正进入老年期的话 只要你简单的会用就好了 其他的也不必用那么多就是了 是不是 会用的那几样就好了 如果忘了 就问问你孩子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开同学会得到一个结论 你如果电脑不会的话 不要问儿子 我说那要 总是要问啊 他说对 要问 但是要问孙子 为什么呢 因为儿子呢 比较说 怎么跟你说一遍你还不想 但已经跟你讲你这个还不会 那孙子比较不会这样讲 还有 另外一个讲说 问女性也比较好 他不要休息一点 有儿子跟女儿来 问女儿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一直在一个无情 无常变化的一个 你必须不断继续 可是我们常常会停留在那个地方 那什么叫精进 你不跟着那个时代去走 你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呢 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 那么所以要用精进的一个态度去变对我们的人生 所以本地这个宴会 地这一地呢 那么它有一个对峙 让我们停留在那里的 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的 他在这部经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要以37道品 道品呢 要把它拿到这边来 你愿意去行这个道品 到这个方法去做的时候呢 那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走向这个精进的道路 那是什么东西呢 37道品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37道品 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意足 五根无力 七不敌分 八正道分 合起来总共37项 但是大家被玩了以后 可是这里面 以我来看的话 真的是很重要 你看 我这里面大列队 已经把它列出来 四念处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么这样子 你才能够从很多的执着里头 出来 走出来 观身不敬 什么叫观身不敬呢 我们常常 因为内心里头 稍稍只要有一点竖起 然后内心里头 一下子就 没得出来 我们也许在过去的经验 或者是累世 累积了一些 我们的过去的一些夜 夜市在那个地方 我们讲的这个夜市 并不是只有今生今世 包括前生前世 但是累积下来 那么我们呢 这个要注意 我们的身 是不清静的 有人就讲说 为什么身不清静呢 不是指这个意思 是这个身 因为跟我们的室 结合在一起 它波涛汹涌 波涛汹涌 所以我们看一个意见 跟我们不同 我们这样心肝泡泡菜 会不会 会 看一个某些事情 你觉得有一种失落感 然后觉得很哀伤 这观身不敬 但是这个身 为什么知道它不净呢 只有学这个 学一点这个身心 这个我们的所谓这个身心心理学的这个部分 谈一点这个 你把一个人 尤其是这个神经科学上 你一个人呢 你跟他讲话 讲到他 讲到他 有时候高兴 有时候不高兴 你就看他在那个 这个功能性的核直共振 就是FMRI的这种仪器上 你看到 真的 我的身体怎么会进 啪啪叫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能够学禅定这件事情 我们每天有个时间 让自己这样定一下 那到最后慢慢会迁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来 我们比较不会 这个 那么样子的起伏 内心里那么的汹涌不逃 就观身不敬 观寿是苦 好吃的 好看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觉得很好的你想要瘦的 这个 这些东西呢 不管是美音美色 这个 古人这么讲 这个 五音 五色令人耳盲 五音令人耳聋 是不是 吃成甜脸令人心发狂 因为你一直在瘦里头 到最后不行 所以他告诉我们 观寿是苦 我有瘦 但是我知道 我一瘦养成一个习惯 我就怎么样 我知道 他会倒成了我的苦 对 我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得到那种感觉 会很苦 父母亲最苦的是什么事情呢 看到小孩子在稍稍不如意的时候 父母亲比他的子女心里面感受就更难过 更难过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都放不下 他一直希望孩子好 什么都好 女儿好 什么都好 但是到时候他没有办法 这人生本来就有这么多 他自己要去努力才可以 这个 找几个老人家在一起聊一聊 大家都会提到这种事情 想后是不要关太多了 寒以弄孙是可以 但是管太多你会很辛苦 这是老人家 但是年轻人呢 年轻人说父母亲 就这样 人家有来问 那你才讲 人家没有来问 你就不要讲 所以我们讲过一个比喻 不是很好吗 说这个 子女 对做父母亲的人看到子女 你不要一直以子气死去讲东讲西 人家很不高兴 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去 指导太多 但是人家如果哪来 你不讲了 那你就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菩萨了 菩萨 那个佛像那个菩萨 他不讲话 但是人家哪来一个 行不会来 说哎呀 我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你就讲 那就有效 所以你少讲一点 他反而产生 他问你的时候 你留意一下 是怎么样 我所制造相给你做参考 反而好 所以他需要一点 有点慢慢的要能够淡起来才行 如果是很紧就不行 关心无常 我们的心其实无常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心也要用真正无常的心 才能够面对那个无常的这个环境的变化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内心里头的无常是什么呢 是根本乱掉 所以要面对无常的人生 必须内心里头不乱掉 能够察觉得很清楚 那才是真正的关心无常的 官法无我 我们能够看清楚 种种一切的法 所有我生活上所表现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只是不过是一个自我概念 不是真正的我 官法无我 那么以除一切贪爱 你才能够不会被这个东西给绑住 我们就是常常自己被绑住才会变得很苦 可是第二项告诉我们宿正寝 这要我们怎么样 未生诸恶 那么这个不善法 我让他不生 那么我愿意生 请精进诸法 那么内度就我让他生 以生的恶我能够把它断掉 那么以生的善我令他不会消失 这些事情我们叫宿正寝 原来我好的我要保持 我不好的我要改 那么我还没有的学会的好的我应该去学 那么不好的我绝对不去沾染 这是宿正寝 那宿神族是欲、勤、心、观 这四个四项 欲神族、勤神族、心神族、观神族 神族的意思就是内心里头稳定自在 而且还不止如此 而且产生了很好的一种觉察的一个力量 你看欲神族 我们人生一定要有欲 有一个欲、有一个目标 你没有一个目标 你进进不起来 欲神族、勤神族 我欲的神族并不是我什么都要 我要用我的神事把它看得 我刚好是我又能够知足才可以 如果我在那个没有一种足的感觉 就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欲神族 勤也是一样要神族 勤奋也要神族 心 我们的内心里头常常感觉到我能够知足 而且我有这样一种神事神通的力量 观神族 我在观察观一切东西的时候 我也能够产生很好的创意 产生一种足的感觉 我记得这个地方 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这个足这件事情 知足这两个字 有一次我到中部的学校去 然后在一起开会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在校园上来走一下 校园里头那个绿树 我说这个好漂亮 中间休息一下出来走一走真好 这个学校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讲说 我们称这条走廊叫绿廊 我说 哦 很有诗意 真的是绿色的走廊 可是我就看到这条绿廊的底下 它是用那个水泥 做的那个水泥砖铺在一个一个的 我说 诶 那这个水泥砖上面怎么还有那个足迹呢 他跟我讲 老师你猜猜看 为什么这个 他说 我怎么晓得呢 他说 我们学校是这个 在这里服务满25年 在这里退休了 才可以在这里留一个足迹 意思就是说 让学生们在这里走的时候 想到我踏在别前人的足迹 继续努力的意思 我说很好 我突然间觉得 嗯 还不止如此 这一条劲除了叫绿廊之外 还叫知足经 我就问他 你知道不知道 你能不能跟我解释知足这两个字 就教授非常 这个 这个 脑袋挂着很聪明 他马上讲 你会问这个问题 你一定有答案 他说 请你告诉我 知足这两个字 你怎么解释 我说 人 脚踏到哪一个地方 都能够清清楚楚的 能够观照 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 不止如此 内心里头 在那里感到满足 内心里头感到 所以这个足迹所到之处 我知我的足道所到的地方 我的眼耳鼻舌身在那里 都真正开启了那一份 真正的神事那种感觉 我一讲 你这个解释实在真好 我要跟学生们来讲 除了叫绿郎之外 也要说 你在这里一步一步地走 跨着别人的 前人的足迹走之外 你要觉得知自己的足所到之处 都能够在那里观照 都能够很清楚 所以四神主 五根 五个根本的五种力量 那是信 敬 念 定 慧 一个人有信心 一个人对人生有正确的信仰 那是信 敬 是我能够精进 不断地去努力 那是敬 念 那么我有丰富的知识跟观念 念 定 我内心里头是安定的 那么这个定是定会等次的定 所以有一个会 这五根既是五种根本也是五种力量 所以对我们人生真的很大 有这个五根跟五力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面对我们的人生 真正所谓的宴会 我们才能够表现得出来 但是这样还不够 叫绝 其觉知 我在做抉择的时候 是不是要 做什么事情 做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要很清醒的 去面对他看清楚呢 要 叫折法觉 精进觉 我要努力 要拼再贏 但如果你没有清醒觉察的时候 拼耍输掉的人也是很多 拼完了以后输掉的很多 为什么 因为拼得把身体拼坏了 拼得太猛 工作没有做好 都有可能 那么这个精进觉 喜觉 我很欢喜 但是喜的时候也要觉 你欢喜的时候 喜得太过分了充分了头 这不行 喜觉 喜觉就是清安节 你要放松 但是你放松 一直很放松 你没有觉的时候也不行 你也松得太过度了 就散去 散过去 那练觉 你有很多的丰富的知识观念 你的练头 但是你也必须要觉才能够活用 否则你没办法觉 定 安定 也一定要产生这个心觉才可以 清醒觉察才可以 否则的话 这个定定在那个地方 会变成无忌空 你只有定 但是这个定不能产生这个智慧 舍觉 我什么东西都要舍 但是舍并不是一直都什么都往外 舍 不是你也要觉 为什么 你要舍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在你的人生里头 在你的世间法跟初世 你什么东西舍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 你还很清楚 那是七觉知 八正到分内 它是告诉我们要正向的思考 正向的正见 就是我们的知见 要是正向的 思维思考 我们也是正向的 正向的思维 那么语言 跟人家沟通 我们也是用正向的 不是动不动就是批评 跟人家在埋怨 不是 我是正向的 正业 就是我的行为 做什么事情 我也是正向的 我不会是负向的 我什么东西就想逃跑 想 要面对事情的时候 要苦一点 我就说 这种行动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还是能够努力去做 那么正业 正命 命的隐身就是我们的职业 正向的职业 正当的职业 精进 这里已经谈过 正向的精进 那么正练 正定 我们观念 知识 这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东西都是正向 我们学了很多负向的练 我有问题 为什么 我们学东西在想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教小孩子一直教的不好 他变成不好习惯了以后 他不知道好的是什么 不行 要是什么 要是练 是 正练 他才产生力量 是 什么东西 不好的 我们知道 但是一个人 如果不好的东西 正负向的这个练 很多的时候 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他会没有力量 所以这个正练正定 那么我们的定是正向的 那么定 那么同时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 那么所以这个谈到定的这个部分 三十七道品 那么总是为 悲至双运的大圣菩萨道 那才需要真正的精进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能够大致散角地去面对人生 那么又能够活泼 又创意地去面对 方便地去调整 然后呢 又能够好好的为这个社会 那么为 来服务 我们真的能够 这个 以慈去行慈悲 展现我们的人生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整个生活 生命也变得圆满的 那么所以 这一个所谓宴慧地 就是要我们 振作起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设无尽行 能够把很多的行词正向的去做 那么这个离藏成德 离开种种的负面障碍 那么我们成就我们的功德 这里面呢 告诉我们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 我们常常能够超越 一切皆离 因为我能够超越来看事情 那么离开我的执着勤然 能够我用我的智慧 其方便调整 那么这个 知 这个 这个 施报恩 那么 这个 我们呢 能够这样精进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真正地接触 得见多佛 就是跟十方诸佛 就自然产生硬感 我常常都这么讲 我们念佛 我们行佛 我们在念佛 行佛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精进 照这个道品正地去做 有了这个宴会地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念佛 我们到哪个地方都有决心 所以能够见多佛 就是时时刻刻可以跟十方诸佛可以相应的 那么我们看到第216月这个地方 谈到梵王经 梵王经这部经 那么 其实梵王经这部经就是 这个 可以这么讲说 是华言经的一个缩写 那么 但是呢 它里面所讲的道理大体相同 但是 它毕竟是不同一次的一个法会 那么 梵王经里头 它 这个 这个告诉我们 要我们离 种种的烦恼 什么烦恼呢 就是大烦恼法 贪嗔痴慢 以学见 这些东西 我们要从这里摆脱出来 我们也要摆脱我们的随烦恼 也就是我们的负面情绪 要懂得把它清除掉 那么 这个 我能够把我的大烦恼法 贪嗔痴慢的东西 能够把它清除 把我内心里头的情绪的东西 负面的情绪 能够把它变得比较欢喜喜乐的话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 就能够 产生十种觉醒的一种力量 这个觉醒是什么呢 217月第二行这个地方 对于信仰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定力 我们的精勤 我们的观念 智慧 观照 清安喜悦 那么汉放下 做 就会能够产生彻底的心觉 那么能这样子的时候 平常做事情 就能够善巧方便 那 这个 能 如此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中道 面对我们的中道的生活 所以我们能够活在 常、乐、我、静、低头 这里面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这个 我们 如果 这个 能够把 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大烦恼法的贪嗔痴慢与邪见 能够把它扭转过来的时候 这个 不要陷在那里面 又能够把这个 随烦恼法 那 种种的 负面的 情绪的东西 能够把它清除掉以后 我们的 这个 生活工作上 会变得比较正向 我们人生的正向很多 我不晓得各位 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验 有时候就莫名其妙的 我要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又 没有 去采取行动 可是呢 又常常的提醒自己 应该 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又没有采取行动 你有过这种经验吗 我也有这种经验 很难 但是 有 你提醒自己以后 那么 我们能够承证自己有过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样 我们把它看清楚 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是什么 但我为什么会没有去做呢 我 担忧了些什么 我把这些想清楚了以后 那就用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 没有别的 你就是 最重要就是 你要去 这个 采取行动 你如果 如果 我们如果说 没有去采取 想清楚了 知道哪些东西 是我的东西 我要去做这些采取行动 就好了 我们 这个 在我们的 这个日常生活里 会碰到这种情形还蛮多 怎么说呢 有时候 人家给我一点什么好意 他是好意我也知道 可是我觉得 无功不受入 我实在不应该 怎么样 可是呢 我想跟他讲说 哎呀这个事情不要 可是又怕这样子 很 这个什么 很 这个 违背人家的好意 然后 就在那里 摇摆不定 你知道我们研究心理学 在研什么 研究这个 摇摆不定 越多的那个贫力 越多的那个人 越苦 那 稍微摇摆一下 马上就能够很清楚的 哎 就这样 然后 我能够去行动 我可以接受 或者是 我不可以接受 他 我可以 我应该拒绝的时候 他有一个拒 有一个拒绝的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 嗯 我觉得你很看得起我 实在是真好 不过我告诉你 我真的最近我很忙 没有办法 就帮你忙 下次有机会再来 你看 就解决了 但有的人不是 拒绝也不行 不拒绝也不行 他就 我跟你讲 如果我们想要内心里头 去矛盾在那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就很容易产生情绪障碍 很容易产生情绪障碍 久了以后 我们消耗掉的精神力 消耗掉我们的体力 也让我们的脑子里头起了很多 好像格格搭搭的一些东西在那里 久了以后很糟糕 整个情绪 心理的一个稳定的情形上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精进 就是要我们 我们能够有大心 有广心 然后我们把事情真的 我们要去做 而且有佛法的三十七道品当基础 我们愿意去做 就是这个宴会地 谈到精进波罗蜜 一个人 人生要精进 一定需要这个般若 一定需要这个智慧的 那我有这个智慧 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的人生 那么你看到第二百一十八页这个地方 擔掉蓝圣帝这个部分 蓝圣帝这个部分 为什么叫蓝圣帝呢 真的是不容易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先进 我可以精进 但是我也能够有好的清醒的智慧 那么来努力 我能够去除我的这些 不被这些反乱法给绑的 也不会被随反乱法绑的 我精进的去做 但是呢 我们做的时候呢 常常也会不稳定 所以蓝圣帝件事情 是指这个禅定 波罗蜜 禅定 内心里头禅定的时候 就整个生活就 在做事情上 在工作上 它都会稳定得很多 怎么说呢 你看古人常常会这么讲 他说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日日是好日 夜夜是春宵 你看起来很像是一首很美的诗 但是它也在写我们的写意 也像我们的先进一样 为什么 在平常生活当中 任何一件事情看到了 就像花跟夜一样 每一个地方 他都安定得去看一花一世界 不管它是红花 黄花 不管它是开着什么形状的花 但他会去欣赏 你真的心静下来去看的时候 每一种花都很美 你真的静下来去看的时候 每一个树叶仔细看都很美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会去 心没有定下来去看它 我们整天都在追逐着 我们想要的东西 其他的我们就忘掉了 但是佛却告诉我们 我们静静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 我们真的要真正的让自己 这个心真正能够定下来 那是禅定的功夫 前面已经讲过 四禅八定 这个地方谈的禅定 是禅定所开启的智慧 所以能够这样子的时候 就清清淬足 那么这个尽是法身 清清的淬绿的竹子 到处都是法身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你所看到的那些 当初的各种 没有不是般若的 你去看 我们有时候碰到 别人跟我们 在我们彼此互动当中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看到 我爽或不爽 我们很狭隘在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它对还是不对 这样的地方 可是呢 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他心是开的 他会在那个地方 他会讲这个话 从某种角度也是对的 但是今天的情形不是这样 他真的 凹凸还可以看出 每一个人的优点出来 这真的很不简单 领导的这种事情 我们发现 在研究领导的行为里头 一个领导的这个主管 他能够发现 他的这个 这个 团队里头 每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 他产生很大的力量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发现 只用一个东西 他所要求的 我不管人家别的 他一直盯着 他自己工作上 其他的都没有的时候 那很多的 这个气氛 这整个工作的气氛 他没有办法开启起来 那所以 可是这个人呢 他一定要有这个 所谓男圣地的 这个禅定的功夫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 有的人是 我们看每 好多的人 我看每一个人 我都看得不顺眼 我说那你看自己 顺眼不顺眼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呀 你能够看到每一个人 你也能够欣赏 虽然你不 但是你也能够欣赏 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常常出门 都会看到每一个人的那张脸 你觉得 你觉得 我们就会讲 这个美 这个比较美 这个不美 但是呢 你心 你比较定下来 来看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美 他在他的那个脸蛋里头 你就看到他在里面 我们做心理智商的人 要看人的表情 线条 看他眼神 我们是怎么样 在那个地方看到他 是不是被前蓝 给这个脸受到他的皱纹 其实已经受到他的影响了 来让我们更能够了解 跟他谈话 他的症状的这个心中 我们可以掌握 而且在谈到某种事情的时候 他的肢体行动 我们可以了解 不是只有只听他的语言 但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 看到自己的肢体语言 有时候根本不注意 可是呢 常常是告诉我们 我们时时刻刻 很多步步踏实 都是在禅定之中 而不是只有想一想而已 这种很踏实的这种禅定的功夫 那么很重要 在一开始的时候 《华言经》告诉这里面 就谈到佛身充满于法界 普现一切全身权 所以佛身到哪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佛身 但是呢 我们却看不到佛身 我们只看到了就是 我爽也不爽而已 但是呢 但是呢 其实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都能够 我有所觉悟的时候 看的东西 就不一样了 那么 随缘覆感弥不周 我常处止菩提坐 我随缘覆感到呢 我都在那个地方呢 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得 这树果从我的定里头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去看吧 有一个树叶 这个树叶是枫叶 那枫叶是不是这样 它开始 如果风一吹 它掉了一片下来的时候 你会说这个枫叶 它分成好几个叉 你觉得它不圆满 还是你看啊 哦 这个树叶很美 难道每一个树叶都要圆的才行吗 是不是 所以 这个 南圣地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禅定波罗蜜 因为错过禅定 我们产生了平等性 这有了心平等的时候 平直心的时候 我们这个 才能够真正 内心里头 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常常被二分法给绑住 这个 我们给它比这个 另外这个 我又给它比这个 那这个跟这个 第一跟最后二分法 好坏 得失贵贱 我们被二分法绑住 我们就没有看到 其实它 我们的生活里头 并不是只有在二分法里头 我们看我们的人生 也不是在二分法里头 但是我们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气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也不好的习气 有的人他跟我说 老师 我这一辈子就非常在意别人 我总觉得别人总是瞧不起我 我们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末流的 这种人 走都走不出去 你也不知道 我说 可是你今天来了 因为我很苦 不得不来 听人家讲说 来跟你谈谈会好一点 我说是 我说我请问 你认为 我们台湾的高山上那个红块 它很大 而且很值钱 对不对 他说对 我请问 一个稻穗 一个稻穗 跟那个红块比起来 你认为 一只一只的稻穗 你认为 可以比吗 他说这当然不能比 我说不是 就是不能比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吃的时候 就要吃稻子 而不是吃红块 每一个人都有 我的意思 在你的人生里头 你有你的 这个 你要去看出你生活当中 那里面的 美 你看 我们有时候 说 住的 并不 吃的并不好 住的并不好 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人 还是开开心心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人 住很好的地方 吃很好 吃钱都不用环乐 但是我看他 不用环乐 他都在环乐 我们还在环乐 什么东西都要烦恼 但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他 那个地方 他自己有的那个地方 他没有看到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讲说 圣人皆孩子 这小孩子 他不起分别心的时候 这小孩子 真的是 他就天生有这样子的一种 看看 你看 有一只鸟在那里叫 他就会看得很认真 然后他告诉你 那个鸟在叫 然后这个 我现在又抱一个 这个 九个月大的 这个 孙子 你知道 九个月大 就很好玩了 你把他抱着 做出来公园 走一走 你看他 不论是那里骑过 他也要看得很清楚 然后 我跟他 我要抱他 他现在好喜欢我抱 我主要一进去 一进门 他就两只手 然后还鼓掌 还鼓掌 让我抱 你还为什么要让我抱呢 因为我出去的时候 我跟他讲 我就讲 我们去看蝴蝶 蝴蝶很好 他看得很认真 真的看 欸 蝴蝶 可是 蝴蝶抓不到 可是你在公园里的 你可以看到什么 看 有一种叫马鹿 你知道吗 多截的那种爬虫 不要再这么长 然后 他在爬 慢慢爬 你看 他开始 要看了 用手要去抓 我说这个不能抓 这个 你可以抓到那不能抓 你可以看 但是他还不会讲话 他说 他看得很高兴 我请问 你去看看马鹿 你会很高兴吗 我这样一问你的 有人就跟你说 我就不是小孩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道家的 也跟我们点出 这件事情出来 我们常常就是 就 疏忽了这个 所以不起分别心 产生了那个 平等的定 来看事情 我们就缺乏这个东西 并不是要我们 什么事情都在那种状况 我们还是很清楚 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 怎么样 我们就还有这个平台在 才行 要不然的话 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一直被绑得紧紧了 所以 这个 所谓的蓝圣帝 这个部分 就是大 般若经里头告诉我们 社无边 般若也无边 你看到了所有的 生活上的 这个现象 无量无边 但是你的般若也要无量无边 你不能 变成一个 只有一个 一个 式的一个版本 去看东西 这是不行的 我说 我们看东西 我们说 用望远镜可以看 可是 我们要看很细的东西 却要用放大镜来看 我们 不只放大镜 我们现在 用电子的放大镜 在看东西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 做很多的不同 那么 所以我并不是只 停留在一个 固定的一个地方 但是 我只有去调试 这个 这里面 那么 我的智慧才能够开启 所以蓝圣帝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那么 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刚刚说 大不仁经告诉我们 社无边 那么 那么 这个 因为各方面的无边 所以 般若也无边 所以 这里面呢 用一个平等心 来面对这样子 一个人生的时候 那么 那么我们就 产生了 所谓 清淨制 这个清淨制 我们常常 老师 内心 你说我没有清 我也有清 你怎么清 人家的清 清淨 那不叫做清淨 所以清淨呢 这里面呢 只有这样子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 219月这个地方 第三行这里 行二帝圆满 那二帝呢 是俗帝 跟这个 第一帝 就是 真俗二帝呢 都能够圆满 那么 世诸世间法 能够圆满 那么 这个部分 我们 跟精淨 也有关系 跟前面的 这个 安忍 也有关系 跟 再前面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慈戒 波罗密也有关系 那个 布施 关系的波罗密 整个是整合起来 所以 这十地 心地的十地 并不是 从第一地到第十地 变成一个次地 像阶梯一样往上走 不是 这十地里头 这十个都构成我们的心地 我请问 我内心里头 如果 我们在 平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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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的 禅定的心里头 那我 有没有法喜呢 有 而且 我行住坐卧里头 都是 都有禅定 但是我在行住坐卧里头 都有 都会有欢喜 欢喜地 那我离构 这里面 没有这些构 没有这些 情染执着 无比的东西 被我绑住 而且我有了 很好的生活的纪律 来 这个 这个 管理我这整个的一个系统 那么 只有这样子呢 那么 才能够产生 发光地 那么 才能够产生到 南圣地 跟这个 宴会地 南圣地 其实你十地里头 我研究看来 就是 这十个并不是一个次地的关系 我现在修 在修欢喜地 不 这个 修到最后 法源地的时候 也没有离开欢喜地 在欢喜地到最后 也没有离开那个法源地 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 无相 超越色相的时候 也是我们心地的一部分 怎么样超越色相呢 所有我们面对到 五蕴色身里头的色相 那最后我进入法源 但是我的法源 也没有离开 我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 所以 能这样子的一个修行 那我们 这个 能够注意这样子修行的时候 我们宿间法跟宿间法 才能够真正的圆满 那么 所以 能够如此的时候 那么才能够真正利益自己 也能够利益众生 那么 能够这样子的时候 那么 我们到220月这个地方 就谈到了 在我们的宿间 那么 能够以禅定的方式做善巧 能随事而行 那么这个菩萨摩沙 他能够利益众生 宿间的记忆 那迷不该洗 你知道 这里面到这里的 世间的各种记忆生活的科学 在这个时候都已经 这个佛都告诉我们 都应该学啊 这些东西所谓文字算术图书 应习地水火风种种诸论 弦都要通达 所以看起来 学佛并不是学完了以后我什么都不 只有练佛而已 练佛到最后是 这十地菩萨最后的社道 现在我的练佛 我的练佛里头 也没有离开真俗二地 是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能够如此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要达到这样子 叫辞戒入坛 要达到这样子的话 那么 我们 这个 这个 慈戒 安忍 精进 禅定 这些东西都要整合在一起 才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 这个部分 在这个范王经里头 他现在叫做会造地 他所讲的 也是在这个内容是一样的 那么 要我们修禅定波罗蜜 要懂得如如不动 要懂得定会等词 那么 让我们的心 真正能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保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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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清醒 觉察 又是开悟的 那个 这样子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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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喜充满的一个状况 所以 所以 讲这部经 大家也同时休息 这部经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十个波罗蜜 最后是整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把它整合好好的来运用 那才是对的 那么 下一次我们就要谈现前地了 那么这个现前地是几乎是整合起来在我们面对的生活当中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现前地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来练佛 我们 已谈到了刚刚十地的这个心地 来练佛 我们就是 在这里 就是 与佛如来相应 我们的心 在练佛的时候 也得到十方如来的加持 二方面 我们在练佛的时候 我们内心也就像是一个世界 得到了清净的这个智慧的一个开展 现在我们来练佛 i吗 啊 在这边 我们再练佛 一会儿 我们就快点 干嘛 这是我们爱情关系 我们再练佛 就是我们っと